就是睡覺起來的時候 你本來覺得自己是起床氣 後來你發現不是 是你不管怎麼睡 不管你睡得你覺得好或不好 你起來就覺得 覺得全身是不舒服 各種方法都試過 就是什麼喝酒 你有時候想說睡不著 猛灌 很快就睡著 糟了 你猛灌掉一瓶高粱 很快就睡著 可是我睡下去 這種睡下去 半個小時就行 有一次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女生朋友 我跟你講 你睡不好 我送你一個東西 第四代益生菌 我一聽 益生菌 益生菌不叫腸胃的嗎 腸胃嗎 對 我說益生菌不叫腸胃 不用了 7-11就有賣 我自己去買就好 不是 我跟妳講 第四代不一樣 我哪也不一樣 你 你吃吃看吧 鐵齒 不信邪 你吃吃看 第四代益生菌 我就第一天晚上 我就想到要睡覺了 吃下去 甜甜的 有點酸酸 覺得滿舒服 就慢慢變成習慣 接著你就發現 你的睡眠時間可以慢慢來 慢慢變長 開始吃了第四代的益生菌以後 這個狀況也沒了 它裡面說有什麼 骨圍素 還有牛奶蓋 我現在 8個小時是黃金數字 每天睡覺之前吃一包 每天睡覺前吃一包 你就慢慢覺得好睡 然後睡起來精神狀態是好的 所有狀況你就覺得 神經氣爽 對 神經氣爽 你就覺得恢復的狀態 所以這個第四代益生菌 它就是改善你這個腸道的菌蟲 幫助睡眠的好菌可以增加 剛剛那個溫銘哥講那個什麼 骨圍素跟牛奶蓋 這個就是一個 這個都不是藥物 這個都是食品 骨圍素它就是從我們糙米的表皮 所萃取出來的 我們一公斤的糙米 只能萃取0.3克的骨圍素 一公斤0.3克 對 一公斤只能萃取0.3克 所以你狂吃糙米飯是沒有用的啦 真的可以嘗試看 如果你有睡眠的妝礙的話 第四代的這個 第四代益生菌